這邊到這邊各位應該對剛開啟建立新檔案或者Portools應該稍有概念 好我們現在來介紹整個你會使用到的整個視窗的介面 如何去了解這個介面 首先你會看到中間這一大一大塊 然後可以左右的拉的 這個是我們的主要的編輯視窗 我現在滑鼠在這邊亂弄的 你也不用管,大家可以跟著我一起做 我們先點到中間這個 然後這樣避免不同步 所以我現在框起來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所謂的錄音的檔案或者是MIDI檔案 就依照上面的小結束以及時間 一條一軌一軌的排列出去 好那等一下我們會錄或是錄音 把檔案放進來給各位看,各位就知道了 好然後從上到下這個是音軌 Audio 1、Audio 2有沒有 然後再下來你會看到 Master Fader以及音軌的Instrument 樂器軌 好這是最主要的一個編輯視窗 然後再來是 你最...大家可能跟我完全不一樣的話 應該是這個地方一定會跟我... 有時候可能會跟我不一樣 這個地方你可以去選擇 你從這邊去選擇 打勾跟不打勾 我譬如說你會看到我這邊是Insert A-E F-J Sense A-E F-J 我可以都不要它 那就從這邊關掉 或者是各留一個 那就看自己的需求 然後你看這邊是IO 所以你可以這邊去確定你的欄位 有沒有 你可以都不要 然後或是連軌道的顏色也不要 有沒有 通常都會留著 比較好分辨 然後再來是IO也會留著 有沒有 如果你要節省空間的話 螢幕太小的話 你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有沒有 好 然後再來上面這邊 你也可以選擇 你看到我們這邊有一個 現在顯示的是小結束跟Pi值在這邊 再來是時間 再來是Tempo Tempo就是說 你可以在這邊去做一些變換速度的狀態 那就這邊先跳過 然後再來是標記 然後你也可以從這邊去選擇 你要看到什麼 有沒有 預設一定會有一個小結束跟Pi值 然後再來是時間 然後MarkTempo 你可以從這邊去選擇 好 所以基本上 目前你看到這一個瀏覽畫面是這樣子 有沒有 的設定方式是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你看到這個 這個視窗 編輯視窗的 右上角這邊有一個 這個是一個overview 鳥看圖 但是我現在沒有東西 你可以從上面 趕快速的切 移動到你要的位置 所以這是一個鳥看圖 有時候還蠻方便 如果你的Session東西很多的話 你可以利用這個去做快速找到的位置 這樣子 好你可以從這邊去切 有沒有 好 呃 再來 再來我們看一下最左邊這邊 應該預設就會跳出來了 然後你也可以這樣稍微的左右拉一下 讓你的畫面寬敞一點 好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去切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這等於是你把它想像成這是左邊的欄位 然後右邊也有個欄位 Clips view 這邊是右邊一個欄位 然後選項 好有沒有 稍微大概有個概念 然後從這邊去切 然後下面這個 也有個欄位 有沒有 這個譬如說你可以去編輯你的MIDI 或是WAVE的PORTION 那你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下面的欄位去切換 所以 呃 最主要最主要在這邊要跟各位介紹 就是 當你看到你的視窗 跟我的不一樣 或者是突然 跟你原本的不一樣 因為你可能按錯 不小心按錯 然後關掉了某一個欄位 或者是視窗的時候 千萬不要慌張 你就是從這邊去切換 一定會找到一些小地方有個開關 可以去切換你的 整個瀏覽的介面 然後如果還是不行的話 你可以從Window這邊 呃 去找找看 譬如說你的MixEdit 如果你突然忘記的話 有沒有 你可以從這邊去找到 然後Transport在這裡 然後剩下其他都是一些 呃 容易看到 譬如說你要一個計時的面板 你都可以從這邊去叫出來 那如果這邊沒有的話 建議各位就可以從 每一個欄位的框框邊邊 找到一些 一定會有一些小開關 然後去把它切出來 可能小開關也可能是選單 然後這樣的話 你就不用太擔心 那如果我們現在切換到 MixWindow的話 一樣 你這邊比較單純的是 它只有左邊這個欄位 有沒有 以及下面這個 第一條一個小選單 你可以 你可以告訴這個視窗 你要顯示的內容有什麼 有沒有 然後這邊是左邊欄位 這個左邊的欄位跟 我們Edit的 Window的這個左邊欄位 其實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是一樣的 有沒有Tracks跟Groups 好 到這裡就是我們最常見的 Botools的一個基本介面介紹 好 好 Cev4 四個 5個 4個 3個 2個 3個 3個 4個 6個 4個